冰城高原港口延续超过80年的 玉兰盛会抢菇习俗热闹非凡 理事会在码头旁搭棚安卢 在大牌丰盛的祭品和薄金银制 棚前置放两牌大约20尺长的水果堆供民众抢菇 今天早上8点后 200名村内外居民开始围在水果堆旁叙事待抢 理事在8点50分搅杯寝室百姓功德准后 人群一涌向前抢水果 场面推起混乱 短短15分钟里头 民众就把摆在地上超过20尺长的热门水果抢走 只留下甘蔗和木乃果 高原港口玉兰盛会理事会主席周永明表示 今年该会准备的祭品树木和往年大同小异 有14只烧猪 各480只烧鸡和烧鸭 包点发高水果等总耗资十多万令金 太感慨 以前各地有抢菇的习俗庆典 大多都在村庄和渔港 现今维持这项传统的应该剩下三个地方 也就是马六甲 吉大和高原港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